結婚之後 他自己覺得他嫁了一個好丈夫 那他這個好朋友 一直都沒有結婚 他覺得他這個好朋友 是一生難得 比姐妹還好的姐妹 他在家裡偷裝了攝影機 就發現他先竟然把女孩 那個他的好朋友 帶回他的床上 兩個人在他的床上 發生性關係 我還在做旅行社 團體帶得很好 然後在公司爆紅 一剎那我那個好朋友 然後他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他全部都滿了 其實他那個檔情 我是可以接的 他跟我就住在一起了 那時候我有交往一個 條件很好的男朋友 那我們三個人 就變成三個人世界 我在整理床鋪的時候 發現我的那個女生朋友 跟我男朋友 全部的那個 在做那種事情 性愛照片 姐妹淘碧盤 現實真有其實 今天馬上來討論 今天來到另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幫你抓問題 今天要談的是你生命中的危機 但這個危機是什麼呢 是跟你最貼近的 但是當發生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感覺到 背叛跟受傷害 而這種事情 其實屢見不顯 在我們的周圍 甚至在自己的身上 那就是被你的 麻吉歸中命友給背叛了 那這種背叛 或者是傷害 有時候是 因為大家一起工作 或合夥 那有一種是最傷人的 那就是感情上的背叛 你不要以為這只有韓劇會演 我跟你說 今天我們在這個節目當中 就要告訴你 現實生活當中還真有 這種被歸中命友搶了 老公或男朋友的 那真的是雙重傷害 那到底怎麼辦呢 有沒有法律的途徑 可以告他們呢 我們今天來聊一聊 被姐妹逃背叛的案例 今天一起來討論來賓友 資深媒體人Juby 在旅行社工作的表現傑出 卻因好友眼紅而設計 讓他辭職 後來他如何應對呢 律師蔡惠子 處理好友反目全球的案件 不計其數 今天他會帶來哪些 他最深刻的案例呢 精神科醫師李光輝 查出調查數據 有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女性 都曾做過傷害同性好友的事情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呢 兩性作家江一堯美麗又單身 這樣的條件 卻讓她成為女性公敵 還導致她不敢結交同性友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演員林芷薇 曾因為好友和男友 發生親密關係而遭到背叛 但好友卻堅稱為他好 是怎麼一回事呢 先請教一下蔡律師好了 真的搞到你那裡的多不多 就是歸州密友反目成仇的 其實很多耶 很多 小到從高中生 高中生 大到已經我大概五十幾歲 都有被歸州密友背叛的這樣子 或陷害的這樣的情形 那高中生大家就不外我們講 就是在網路放話 孩子嗎 那你看你找歸州密友 一定把你最私密的事情 可能跟某某男生交往 或怎麼樣 你告訴他 結果他在他部落格上面 去把你公布出來 這非常傷人的 那是誰告到你那裡去了 當然是孩子 他覺得他被背叛 然後媽媽就帶著孩子過來 覺得一起不平這樣子 真的啊 覺得涉及毀謗罪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把你的歸州密友的一些隱私 照片 貼到網路上 對 那你就可以告對方毀謗嗎 對 如果涉及到不實在 而且也會妨礙到他名譽 那還有的就是我們講 剛剛慶容講 婚姻裡面被背叛 也很多 就是可能最後這個外遇者 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然後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是最後知道那個人 而且在過程當中 你懷疑先生有外遇 你還告訴他 你懷疑了什麼跡象 結果他通通都清楚 所以他一一清除這些跡象 對 那再更年長一點 還有就是合夥做生意 然後到最後是人才兩失 男朋友也被好朋友占走了 事業也被男朋友占走了 其實還蠻多這樣的案例 待會可以一一跟大家分享 結果蔡律師提罡竊領之後 就知道 現在這個致命的危機 好 我來聽一下 好 這個應謠先來聊一下 因為在兩性的這個範疇裡面 這種事情常常聽到 要不要講幾個這個 親身經歷或故事的 給我們聽聽 我真的學到很多 在我現在的生活裡面 我幾乎已經刪除了 歸中密有四個字了 為什麼 怕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受到非常非常重的傷害 那個人太恐怖了 所以他影響我 讓我之後 對女生都非常有放心 這是某一個人嗎 所以後來我就 對啊 後來我就 大部分都交男性友人這樣 是這個原因嗎 我們以為是因為你男性的 這個男人緣特別好 其實在這方面 男人真的簡單多了 單純多了 那你到底受了什麼傷害 都是吃悶愧的事情 譬如說私事 我曾經 要幫他介紹男朋友嗎 因為他說他很寂寞啊 然後我就帶他去跟一個導演唱歌啊 那因為那個導演 我對他沒興趣 我就要介紹給他 後來呢 他就變成告訴別人說 我跟某個導演 見一次面唱一個歌以後 就跟人家去睡覺了 那這種話我怎麼去澄清 因為我怎麼去告訴 看到一個人就說 他有沒有告訴你我 隨便跟人家睡覺 我其實沒有 這沒有辦法澄清的事情 你就吃悶虧 你明明知道他跟別人講這些事情 但是你拿他沒辦法 後來我們就去把那些人找不出來 被他講的全部找在一起 後來變成一個受害者陣線聯盟 那個 我們就真的開會耶 那時候有考慮要告他 但是因為那種事情完全沒有證據 那大家又很忙 後來就不了了之算了 他講每一個女 都是講女生 對 大概有十二個 十幾個受害者這樣子 通常女生會羨慕另外一個女生的 比如說人際交際比較好 比較漂亮 好像關係比較受用 所以他可能都會有這樣一個 羨慕的心態去陷害對方 你自己是說嫉妒吧 我覺得那個不一定是嫉妒 嫉妒表示說自己可能做不到 可能覺得說他只是運氣好 剛好他因為耍了一些不好的手段 比如說跟人家上床 故意穿得很肉胸 然後低腰 又肉丁字褲或西字褲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可能對方就會覺得說 他用這個不好的手段 拿到這樣的所謂的職位 或金錢 他覺得這樣比較 我後來替他找到一個理由 是 因為我想不通 怎麼會有這種 後來我覺得他會不會有妄想症 早說嘛 我們兩個都有生意了嘛 譬如說 譬如說他可能很想跟那個導演 發生什麼關係 但是他沒有辦法 因為可能兩個人不合 人家沒有喜歡他 剛剛像映瑤講的這種狀況 就是說你在辦公室裡面 被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好同事造謠 有傷害到 我們可以告他嗎 其實這滿簡單的 就是說如果他是在公開場合講 譬如說今天大家在這邊 那我就講說 其實光輝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任何一個人當證人 就可以構成所謂的毀謀罪 他也可能公開 但是如果他是私底下 比如說他跟兩個人講 所以有另外一個人聽到 他不會 如果只是兩個人 其實他可能沒有涉及到刑法的 所謂的毀謀罪 但是會有民事的侵權行為 妨礙他的名譽 可是厲害就厲害 他一定是一次跟一個人講 一個人講也OK 只要他願意作證 沒有 他只要他願意作證 就OK了 真的嗎 對 其實最困難是因為 大家都是同事 有時候叫我出來 你告他我出來作證 好像不太好意思 對 那所以我們才會建議 所有的這個 當事人可以用錄音的方式 但是如果 有很有爭議的同學 朋友 他們願意出來作證 其實這都是OK的 對啊 那江堯裡面有12個人受害 對啊 可是那時候可以 大家都年輕 那時候大家都年輕都不懂 也沒認識律師 然後也是忙 有一個統計數據 蠻有趣的 他們大概統計 他說有80%的女性 在一生當中 他覺得他自己 被好朋友背叛 可是回來問他說 那你覺得你背叛別人 承認只有20% 那好奇怪 都沒有60%落差 60%就是 他覺得他陷害你 感覺他是為你好 那紫薇在演藝圈應該這種 很多人都覺得 演藝圈的這個心機 鬥得更厲害了 對 我要講的前提之下 其實演藝圈 大部分都很好相處 只是我今天講的例子 都是比較奇怪 你不要尺度是一三百兩 對 其實我 我自己本身也有 也是受害者 因為我剛開始 在拍戲的時候 那很多身邊的朋友 就會說 哇 你當演員 那你可以介紹我去演戲 那我就告訴他說 你要演戲 可能跟那個認識沒有那麼簡單 那我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就要拿一些飲料 來探班這樣子 那我這個女生朋友呢 照我所說的就來探班 探班之後呢 然後導演就說 你可以演個小角色 然後慢慢的就跟我 常常演的那個戲的人 都很熟了 有一天呢 我那個長官就說 你那個朋友 我看他長得也滿漂亮的 不然這樣子 找他來演個那個 第二個女主角這樣 我說好啊好啊 然後我就很熱心的說 你就去演 那我還教他 還借他我所有的衣服 然後有一天 我這個朋友就問我說 你覺得那個長官能怎麼樣 我說 我跟你講 我是當你是朋友 可是你出去不能講 因為每次要說人家的說 都會說 你出去不能講 然後他就說 好 我說他喔 看到每個都要追 他也追過我 也追過誰 也追過誰這樣子 然後而且呢 我跟你講喔 聽說被他追過的女生 他都只是跟你發生關係之後 也不會給你錢 然後戲也不會說比較多 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跟他老實的說了 他說了之後呢 我這個朋友 也開始越來越 越演越多了 然後反而是我 本來一個月 可能一步兩步 變成一個月 有時候等不到 我還要自己打電話說 那這個月有沒有啊 如果我要拍別的 我故意假裝之前嘛 他說沒關係 你去拍別的吧 然後最近沒有你的通告 我就說喔這樣子喔 然後我都不知道 結果我後來慢慢發現 我這個朋友 已經當女主角了 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發生什麼事情 你最近都沒有演 我說 可能就是角色不適合吧 他說不是 現在在演的這個女生 不是你的好朋友 我說對啊 怎麼樣 他說他都跟那個 裡面的人講說 你講誰怎麼樣 講誰怎麼樣 講誰怎麼樣 然後他現在就跟那個長官在一起 我說蛤 我說我現在才恍人大悟 你知道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他 昨天他終於接了 他第一句話就是說 你不要再打擾我了 我們現在是不同世界的人 天啊 但是呢 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 他到外面還說 我是他的好朋友 可是現在變成說 我在外面都說 他跟我不是朋友了 好像變成我會說他壞話 但是他在外面還是說 我是他的好朋友 對 我不想做 那我不是朋友 他還是看一些 訪問 但是我是一個 還是一個好朋友